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神在末世的计划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这样说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 撒旦在耶稣里是一无所有啊 他不能胜过耶稣 而这个经历对信徒来说也是一样真实的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七节那说到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你看到原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是可以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得胜撒旦的 我们也可以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 他绝对不能够胜过我们 也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了 但是如果撒旦在我们或者说在教会当中 占了一席位的话我们就有危险了 因为我们随时都会被击败了 那现在我们要从约尔书当中来看看圣灵的 浇灌和复兴的关系了 在约尔书的第二章里头 我们读到神的子民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需要神的参与和同工 他们也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 好我们来看看约尔书的第二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 那圣经这么说的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 连续他的百姓 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 我必赐给你们五谷辛酒和油 使你们饱足 我不再使你们狩猎过的羞辱 你对这样的情况感觉到满足了吗 圣经说我们也能够这样的 得到饱足 凡事丰富 好我们再来看看 格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八节 这么说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长长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神所给的恩惠是丰富的 是令人充足的 那今天好多属灵的人呢 仍然觉得很空虚 很缺乏 不满足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丰盛的恩惠 当神赐给我们五谷辛酒和油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满足了 我们不再成为被人耻笑 被人侮辱的对象 没有人再可以羞辱我们 我们也不必再惧怕 因为我们样样都有了 我们这样样都有 是因为耶稣基督有了 我们相信他而有的 我们继续来看看约尔书的第二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圣经说 地图啊不要惧怕 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势 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发生 树木结果 无花果树 葡萄树也都效力 好 我希望你留意啊 这个地方在讲到复兴的时候 最先提到的也是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约尔书第二章二十三节就说了 西安的民啊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 因他赐给你们何宜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那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 经文所讲的雨 那就是圣灵的一种象征了 神赐下秋雨春雨 这是圣经当中常出现的一个信息 人不能够制造雨 也不能够控制雨 雨的下降与否啊 是我们无法掌握的 这是在神全能的掌管之下的 神应许要降雨给他的子民 而且主要分两个阶段 首先降的是秋雨 是在冬季开始的时候 后来降的是春雨 这是在冬季结束之后了 那这些都是神的预备 神的供应 为了使他们有丰收啊 在属灵方面来说呢 校会已经在五星节的那天领受了秋雨 而在末世的时代 我们要接受的是春雨了 全球各地都将得到圣灵广泛的浇灌 结果就是使神的子民得到复兴 好 我们再来看看约尔书的第二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吧 圣经这么说 何场必满了麦子 酒榨与油榨 必有新酒和油盈益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男子 蚂蚱 剑虫 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补还你们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 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 耶和华你们神的名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 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 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烦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好了 这个地方呢 再重提到要侵略他们土地的四种昆虫啊 他们不但要被赶捉出去 并且神必把他们所吃掉的补还给人啊 神说那些年间所吃的 我要补还你们 那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啊 神要把我们过去所吃掉的补还给我们 这不但是对教会说的 同样也是对我们个人说的 补还这个字 那就是复兴的意思了 重新使他恢复原来的面貌 像过去一样的 那今天 虽然我们所看见的仍然是荒凉一片 那好像是令人失望啊 令人叹息的 但是我们不必绝望 因为复兴很快就临到我们 神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 他要在教会和我们个人的身上赐下恩惠 并有圣灵的浇灌 叫我们重新得回所失去的 那今天呢 神正预备这个复兴的日子来临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准备呢 因此我们仍然要进一步的看看这个真理了 那因为圣经当中不但有许多应许 同时也有很多的警告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十一节到十四节 就重复的说了神的子民 在旧约时代所犯的种种的罪恶 为了要叫以色列人好好地反省啊 保罗说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你看呢 这里说了 神是信实的 他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但是要留意啊 这里同时也提出了警戒 保罗是借着旧约历史上所发生的事 叫我们注意和要受警戒了 他说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 当末世的日子越来越迫近的时候了 我们的心就越要提高警觉 以免跌倒啊